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7月9日 星期五 好 這麼快又到了星期五 今節要說的是震撼消息 這個 竟然就是昨天 我們剛剛才說的 紀律部隊懷疑 9P 原來就是10個人 今天傳媒 正確是8號才對 再度揭發 原來整個案件 另有內情 竟然就是 客延令人發現 原來 整個晚宴 竟然 就是牽涉 強姦案 整件事真的是峰迴路轉 到底當晚發生甚麼事呢 當晚 為什麼這個海關關長 以及入境處處長會同一個懷疑 甚至乎到底是不是 他們當中的其中一個 跟一個 強姦案件有關的人在一起呢 整件事真的是匪夷所思 這個香港政府 港共政府 醜聞 就是越揭越多 詳細跟大家說這一宗就是 強姦案 高官 紀律部隊高官 9P事件 正確來說是10P 因為我昨天發現 正確的人數是10個人 詳細說之前 要說一些台務問題 當然不少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兩個頻道的節目 星期二得道以及星期二日報 星期二日報是後備戶口 星期二日報的黃標是少於星期二得道 得道很多 所以請大家幫幫忙 盡量幫我們去星期二 日報那裏看 幫我們點擊廣告 幫我們無限loop大發 打開 節目清單 幫我們盡量播放 由早上播到晚 請大家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記得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兩條頻道 特別是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現在比較重要 當然最好就是兩邊都做齊了 最好就是這樣做 我們也開回Facebook 因為考慮到要做新聞 以及可能考慮 Facebook可能會是直播新聞 如果有特發報導的時候 所以請大家幫我們盡快去按like 我們現在的Facebook很弱 但是開始 開始active 現在已經慢慢 現在應該只有600多like 短期目標1000 長期一點點 中期目標 要快點上1萬like 請大家支持一下 星期二新聞 繼續 我們要揭露真相 避免被港共和中共滅聲 說了一點台務 請大家盡量支持一下我們本台的 新進的新聞報道員 包括星期二晚間新聞 這個就是傑仔 我也聽過很多次傑仔報新聞 慢慢練習就會說話自自鏗腔槍 其實 還有台灣 我們的手足在報 台灣新聞 請大家盡量支持一下他們 接下來會慢慢加強新聞的報導 也會有記者去做一些採訪 也會接收 我們的聽眾 香港市民報料 我們盡量保持著香港的新聞真相 不會因為港共消失 請大家盡量支持一下我們 最佳辦法 目前也是 把那個 集中力支持下去星期二日報 因為那裏暫時沒有太大的黃標問題 當然也希望大家訂閱我們Patreon 先跟大家說說這個內容 再去分析一下到底發生甚麼事 這班 紀律部隊的高官開始就是有恥無恐 Source 原本就是立場新聞 星期三的時候 7月7日晚 揭發入境處處長 歐家宏 海關關長鄧以海 這兩條茂理 就是在3月份的時候 在灣仔的私人會所 參與這個飯局 昨天也說了 牽涉懷疑9P 因為 票控了9個人 原來當場有10個人 所以不是9P 是10P 10個人在開派對 我昨天已經有直覺覺得不是那麼對勁 我昨天只是看照片 只是看現場環境 現場環境就已經令人覺得那裡好像是夜總會 一群大男人 10個人也不知道是不是全部男人 當中應該不是 無端端 3月份 搞Party 躲在房間裏面 不知道搞甚麼 昨天看到房間的格局也覺得事情不是那麼簡單 一個秘密的房間 為甚麼會撞破警察衝進來呢 難道有人報警 今天原來就真相大白了 原來當日 牽涉 強姦案 以後看到這個入境處 處長歐家宏 以及鄧以海海關關長 以後都叫他們做翻簡強 翻簡強的朋友 不知道他們自己是翻簡強 還是 翻簡強的朋友 昨天報導一出 這兩條貿易 姓歐和姓鄧 這兩條人 就是8日晚 臨時臨急發聲明 說當晚 就是 違反限聚令 已經 交了罰款 整件事也很奇怪 為甚麼會 忽然之間星期四晚 將這件事 承認 發聲明 原來就是覺得 違反限聚令是少 交罰款都是事少 假如被揭發 跟另一宗案件 有關 那就麻煩了 你們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天網恢恢 轉頭就有人爆料出來了 原來警察當晚 調查一宗強姦案 撞爆 揭發 你們高官 犯罪令 兩人 都在自己的聲明裏面 澄清 說自己 跟這宗強姦案 是沒有關係的 我沒有牽涉在其中 案件已經進入了 司法程序 他們不會評論 其實我們未見過那些花簡強 會說自己 在這些 案件裏面牽涉其中 到底 那晚發生甚麼事呢 天知地知 還有你十個人知道 當然受害人也知道 根據消息就說這個飯局上面就是有香港上市公司 中資房地產 的民企高層 寫得太複雜了 那間 就是大陸公司在香港上市 好了 跟房地產有關 有高層 那你兩條貿易 一個是入境處 處長 一個是海關關長 那你兩條貿易跟人家開Party做甚麼呢 請你 交代一下你們建一個 中資房地產的上市公司高層 在飯局裏面做甚麼 為甚麼你們做入境處 和做海關 你會結識他呢 又是提醒一下 在香港的其他媒體的記者 我們很多時候的記者太年輕 不懂得去問問題 當然你問了不代表他會回答你 但是你要從這個方向 去盤問他 你是甚麼時候認識他的 工作上認識 工作上認識 然後變成 變成私人朋友 公私不分 如果不是你有沒有理由會無端端 認識這個 中資房地產的高層 你只顧著在入境處做 一個做海關 發生甚麼事呢 當晚有沒有不見光的東西呢 除了這個 翻簡強案件之外 當晚到底發生甚麼事 麻煩你老老實實交代了 有沒有桌底利益 為甚麼無端端 犯罪令已經不對了 竟然 無端端跟一個上市公司的人 個蟲甚密 在一個私人會所出現 還要牽涉風化案 風化案還要不是非禮 是強姦 這是甚麼香港 今天有大量的網民 留言相當之精彩 一大堆垃圾 出來譴責人家 或者支持恐怖活動 非常之不道德 又說人家睡不著 到底出來獻花 會睡不著 不道德 還是 跟這個強姦犯 懷疑 翻簡強在一起 在一個 10P的房間裏面被捕 哪件事 哪件事缺德一點 哪件事沒有道德一點呢 我很想問 你們有甚麼資格出來說三道四 這次真的是外交部口問 外交部口問 外交部口問 很喜歡說這句 你們自己的行為都劣跡斑斑 有甚麼資格出來 說三道四 做人權教師爺 這個真的是匪語 教師就教師 師爺就師爺 甚麼人權教師爺 你們這麼缺德的這些人 有相風化 也不知道你是否牽涉其中 出來學人說道德 學人說缺德 真的很不幸地 香港現在跟大陸真的是一樣 大陸的高官 高幹子弟 全部都做這些事 全部都收了幾個老婆 霸王硬上工 犯風化案 一班黨棍人渣 學人說道德 這個世界最沒有資格說的都是你們 記者追問這兩條茂理 就是當晚犯局有沒有接受人家的款待 兩個部門就不敢回答 其實真的 太寬鬆了 我覺得這個問題 不是接受款待那麼簡單 你那晚到底有甚麼事 你答應了 內地甚麼事 這個簡直是 公職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接受服務 包括性服務 有案例的 免費接受性服務 還不是公職 人員行為失當 你怎麼對得起這個許氏仁 就是因為接受人家的款待 當禮物送給他 肥龍要落鑊的 你們兩個混蛋現在又沒事 整件事令人高度懷疑 就算你們兩個不是接受款待 會不會倒轉 是你們兩個貿易去款待人呢 如果你們兩個貿易去款待人 這個消息要更正一下 其實不是只有他們兩個 還有第三名官員 還有第三名官員在場 那個是保安局的副局長 歐志光 現在資料顯示 最少當晚這個10P飯局裏面 就是有三個紀律部隊 的成員 高官在裏面 嚴格來說 保安局就不是紀律部隊 不過不要緊 他們也是同一夥 方便起見 全部通稱他們是紀律部隊 以及沒有紀律部隊 最少三個這樣的 高官 在裏面 如果不是人家款待你 那是不是你們三個貿易款待人呢 我很想知道你們是怎樣款待人 款待會有 蕃茄強案件出現 我又很有興趣知道 強姦案的女受害人 強姦案一定是女受害人 除非就是雞姦案 我又很想知道女受害人 端古不是紀律部隊成員 你不要告訴我 真是離譜到 紀律部隊調動下面的人 你不要告訴我 你提供性服務 原來是這樣服務香港市民的 那個不是香港市民來的 不好意思 這個就是推測來的 因為資料不長 不過現在對著這些人渣 你可以做一些大膽一點的推論 其實一點也不算過份 既然你當晚都牽涉到一宗 蕃茄強案件裏面 你還有甚麼做不出呢 只不過現在 將那些資料 就是左蓋右蓋 硬地掩蓋了整件事 為甚麼這兩個人就是那麼快出來 出聲明 說自己那晚就是 違反限聚令 已經交了罰款通知呢 本來這樣已經是醜聞來的 但竟然認得那麼乾脆 證明他們判斷 那宗番茄強案件 遠遠的醜聞 比 那個限聚令 嚴重很多很多 所以 請大家努力繼續追查 尤其是香港現在現存的媒體 盡量揭發他們 他們一定還有其他內情隱瞞 我們今節跟大家分析到這裏 再有新 訊息 第一時間 跟大家踢爆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今節說到這裏 拜拜 拜拜